大家好,我是MASA 大家喜歡的肉捲食譜又來了 這一次的食材非常好處理 想到隨時可以製作 另外準備的起司醬超級可口 更煎到香香的麵包跟肉一起就無法停下來 最近很多餐廳沒辦法進入用餐 沒關係,我們在家好好的互相保護 歡迎參考這裡頻道介紹的料理 自己享受美食 每道料理都很簡單喔 好囉,那我們就開始做 這一次捲起來的食材我選了麵包 用什麼麵包都可以喔 該用土司麵包也沒問題喔 因為這一次的口味比較稀釋的 提代五花肉該用培根也好 在捲的時候可以稍微拉緊一點 這樣子加熱的時候比較不會容易散開 最後,將一點麵粉封起來 還是捲好之後放入冰箱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這樣子肉片也會黏住 接下來要準備白醬 加入麵粉之後可以稍微拌炒一下 綠飯結塊 加入牛奶之前一定要洗火喔 牛奶全部倒進去,馬上攪拌 確認麵粉多有美味的 就有融化之後才可以開火 加入哪一種的起司都可以 幾樣不同種類的起司加進去也很好吃 水 煮到作火 火 切開 鉄 切開 蜆 切開 搓砰 如果有的話加入新鮮的迷迭香一起煎 這樣子會更香 這次中間的食材是麵包 基本上不需要加熱很久 只要確認肉片全面多油煎到金黃色就好啦 OK這樣子就有非常好吃的肉麵包 完成啦 煎到香香的肉還有麵包 沾很多濃郁的起司醬太好吃了 這種中口一點的料理可以搭配紅酒 一邊挺喜歡的醬子 一邊吃下酒菜 在家就可以享受非常輕鬆的時間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囉 謝謝